上支天文 下支地震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戴小刚 带您一起寻找不动产交易的真相 在一般观众朋友的认知里 房屋买卖的市场上 消费者始终扮演弱势的角色 业者 仲介 消费者之间的爱恨纠葛 如同一道难解的习题 无论答案是什么 都已经在市场上掀起一阵风暴 这是不是所谓的心理游戏 你怎么看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老公 终于传到买房子的头期款了 而且房子租约也快要到期了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买自己的房子啊 是啊 也是时候拥有我们自己的家了 可是我们都是外地人 不太了解桃源的在地方情 好不容易买新房子 买贵就太不值得了吧 所以我们先做点功课吧 早上经过房仲公司 看到一间房子要卖 附近有公园 学校 还有高铁 感觉环境跟交通都很不错 仲介说只要1200万 喜欢的话还可以再帮我们谈价格 可是隔壁王太太说太贵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别担心 我看报纸上新闻有说 政府已经有实价登录的不动产交易资讯可以看 只要是不动产买卖后都要办理实价登录 正好我们家附近就有地震事务署去问看看吧 您好 很高兴为您服务 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听说政府实施了实价登录的政策 房屋只要有买卖 价格都要办理实价登录 这是真的吗? 是的 内政部从101年8月开始就实施了实价登录 申报义务人在买卖完成移转登记 签订租赁契约书或委托代销契约 届满终止30日内 必须按理不动产成交案件 实际资讯的申报 其中需申报登录的资讯 当然就包括了价格资讯 这样啊 那我们现在要买房子 就可以参考实价登录的资讯了 只是实价登录的资讯要去哪里查呢? 您可以透过内政部的不动产交易 实价查询服务网 或者利用本市开发的 桃园市不动产交易一指通 桃园住宅及不动产资讯淘宝网查询 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哇 那真是太方便了 谢谢您细心的解说 我要赶快回家上网看看 提醒您日后买房子办好产权移转登记后 别忘了要在30日内申报 不然会被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还并且限期改正 如果期限到了仁位改正 就会按次处罢 这么严重啊? 我会注意的 谢谢提醒 黄先生 恭喜你们买新房子 看你们这么开心 想必价钱一定很好吧 是啊 多亏有了实价登录 不动产交易相关资讯都可以透过网路查询 又可以货币三家不吃亏 真是不错啊 最近我爸爸也在找房子 我得赶快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现在为观众朋友带来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就在刚刚平均地权条例中 有关实价登录的相关规定 已经确定三读通过 带大家看看现场画面 我们将镜头交给记者 平均地权条例第47条 第81条制二 第87条条文修正案 修正通过 是的 小刚 众所瞩目的实价登录相关条文修正案 已经在立法院筛录通过 未来民众在不动产买卖过户时 就要由买卖双方向主管机关 做交易资讯的申报 而申报登录的时间 也从现在的登记过户完30天内 申报提前到办理过户的时候 就得申报 违反规定的相关罚则 也做了一些调整 未来采法的部分 则会是清洁的轻重 有不一样的采法金额 这次的修法通过 内政部也进一步表示 为了配合本次的修法 有关实价登录的相关执法 申报书表和作业系统 也会一并的做出调整 而新法上录日期 将会在作主相关批套后 定行公布 本台也会密切关注后续消息 我们把镜头交换给 透明主播 有了这个实价登录制度 不仅可以促进不动产 交易资讯透明 还能降低资讯不对称 避免恶意哄抬炒作 使居住正义得以实现 创造多方得利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